好 我們來看一下有兩個 可能大家在用這個過搜尋的時候 您 可以做 參考的 第一個 我們剛剛有提過了齁 就是其實你可以用 語音的嘛 對不對 也可以用 輸入的 你可以問他一些比較生活化的東西 就是直接用他問句的方式 那他通常現在 大多數啦 當然也不敢說絕對啦齁 他畢竟還是沒有其實那麼聰明嘛 可是Google比較厲害就是搜尋裡面 所以你可以試著用問句的方式去問他 現在常常第一個結果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的 那另外一個呢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我們如果在所謂的Google的 這個找的時候有沒有 用過好手氣 有 請問 用的他也比較有好的手氣嗎 沒有 沒有 那為什麼不要就直接用 搜尋去用好二個來源 好手氣 好手氣比較早推出耶 事實上就是這個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講的那個 類似Google卡片的概念 本來的Google搜尋 是會列出很多的好幾十頁對不對 好手氣是 直接拿第一個搜尋結果 當作是你預設的內容 就直接就去了 就是 等於就是把第一個 結果當作是你要的 假設他是網站 他就直接就過去了 那 所以 他以前就推出來只是用的人不多啦 那有有有 有機會你可以去看看 如果真的碰到就剛好是你要的 那一天就給去買客套嘛 哈哈哈 對不對 所以 你可以看看 那就是第一種 好第一種 跟大家說明一下 第二個呢 你有沒有遇過一個情形就是 你找了關鍵字 可是怎麼樣 Google找不到人要的資料 你有沒有遇過 就是你要找了 也許 有兩種情形 一個是什麼 Google上的資料相對比較少 對不對 另外一個是你找錯關鍵字嘛 他就找不到你了 好如果萬一說 這個 資料你要找的 找不到 可是你又 有這個需求 你想要持續關注一下 我針對這個 關鍵字的一些內容 請問平常各位你會怎麼做 應該就是 3-50 想到就來Google一下 對不對 我今天找不到 那明天如果還記得的話 我就 再打一次相當的關鍵字 因為 內容他越來越多 但是 請問 通常你的耐力的部分能夠撐幾天 大概幾天之後 就 就沒有動力了嘛 因為就請啊是請來了 又早就外觀光了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時候有個東西叫Google快訊 你 萬一你真的就是 想要 持續關注某些議題 可是你不見得每次我都 記得說啊我就Google一下 或者不見得沒有時間 那 用Google快訊呢 他可以透過 Mail的方式 直接寄給 把搜尋的結果寄給 好你直接的關鍵字 那你可以從右上角這邊 更多 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更多 打開之後 更多還要更多 呵呵 這裡 更多的更多裡面 好 我們點進來 好 那你看到 好 這個要回到這邊 謝謝大家 這個部分必須要登入Google帳號 所以你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Google快訊 看到嗎 我可不可以先問一下 有沒有用過這個功能 比較少對不對 因為他藏在更多的更多 通常你大概不會去找到那邊 但是這個其實蠻好用的 喔 你看 我們把它點進去 好 你可以直接從這裡 直接從這邊 選擇你要什麼 要查詢的關鍵字 那這個關鍵字你可以像一般的Google搜尋一樣 你可以打一個關鍵字 也可以怎麼樣 打兩個 甚至三個 如果打兩個就表示 有這兩個相 出現了才會 才算是 你要的結果 那如果你是只有一個 當然就是一個 結果 符合就算 好 那再來呢 你可以選擇 就是收緊的結果 因為這張通常 就是找不太到了 所以呢 通常都是選擇全部 好全部 那再來就是 你要傳送的頻率 他在一天一次 也可以是 一週一次 也可以是 即時的 只要有信的 就 直接傳給你 不過通常都是 大概一週一次 不用那麼 平凡 我只要持續關注就好 好 那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如果OK的 就直接進去了 好 比如說我想要 查詢一下 好 那我就選擇 有沒有一週一次 對不對 OK 限定 他預設就會送到 你的那個什麼 你的那個信箱裡面 你的信箱裡面 那 可以管理的部分 你就可以從這邊去做 看似 如果 這個關鍵字 可以不要了 你就把它移掉 或者你要修改一下 那種頻率啊 還是修改一下關鍵字 都直接進來這邊 改就好 這樣會了 有沒有簡單 有 我給你看一下我的 這一段我就不錄了 對 我給你 我為大家 我 你說